作為促進澳門經濟色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 橫琴與澳深度合作區在一年的時間一面 不斷完善交通、生活配套設施 退出多項產業扶持政策 令越來越多優質企業落地深合區 本期節目邀請深合區執行委員會主任李慧濃 及深合區執行委員會副主任聶新平作客節目 分享未來深合區多元產業發展的新方向 合作區在中央政府、省委政府 以及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 可以說開局良好 這十二個月裏基本上 合作區有效地做好防疫工作 同時亦開展經濟工作 尤其是在應對珠海和澳門多律疫情的影響 我們合作區區的生產總值 亦達到上半年達到223.93億 同比增長亦達到2.5% 另外在全口徑的一般財政收入方面 亦達到2.27億 同比增長2.2% 這方面的工作 有奈於國家的支持 中央的支持 有奈於省的支持 及達區的支持 這十二個月的工作 我在這裏可以總結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有關的執務機構有效運作 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個方面是有關的規則行接和機制對接的工作 亦都陸陸續續推薦 第三方面是有關產業方面的加強生化工作 亦都陸續續開展有關的產業深化 最後一方面亦都是為澳門的居民 在居住就業創業方面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 有關新街坊的情況 我等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今年年底有關的住宅部分 是具備條件封訂 明年是有條件進攻 剛才我和大家報告過 是涉及到四千個單位 也就是說有四千個家庭 是在環球那裏可以托闊大家的新的空間 剛才也重覆過 包括有學校和我們的社區設施 是一應俱全的 隨著有關新街坊的樂性 澳門居民在生活區的生活 有關產業的發展 有關學務的落地 以及人才的聚集 我相信未來黃琴的人口規模 一定會逐步擴大 一線放開二線管主 或者二線管貨不管人 一線管人不管貨 這個正正就是合作區 一個很重要的含金量的政策 一線的二期工程 在年底我們會具備條件完成 二線的通道 包括海關的查驗場 在年底的工程基礎建設 也會順利完工 也只是在硬件上 我們是具備條件封關 與同時有關的智慧公共平台 也會隨著配套 當然接下来我們需要與海關 出入境部門 公安等部門 來做好有關政策的對峙 我們希望儘快落實 一線管人的管貨 二線管貨的管人 來實現一線和澳門靠路 還有在島上 我們可以未來透過澳門的制度 讓部份的商市制度 民事制度 能夠在一線逐步實現 總據來說 一線二線的硬件工作 連底我們有把握 是完成有關具備封道的條件 接下來 就需要與有關的相關條件 在政策方面做好有關對峙 早日實現 一線 放開二線管主 我想單排車的數量開放 都是希望為未來澳門居民 在合作區建立新家園 一個很重要的配套 現時我們大約每個月 是五百兩的配套 主要考慮是因為 現時在一線的二期工程方面 還是在建設中 估計年底我們會完成有關的設施 在車道、車檢方面 我們會增加車道 在車檢的效率方面 亦都進一步提升 來方便兩地的往來 當有關設施條件具備的情況下 我們亦都會協調好 粵方和澳方有關的 周邊的勞網的配套 做好有關的評估 來做好開放 我們看到這十二個月 琴澳之間的往來 是前所未有的拍法 澳門的社會 澳門的居民 對合作區的關注 亦都是前所未有的關注 所以未來的工作 剛才跟大家報告過 明年有關澳門新街坊 落成之後 將會有一部份的居民 在這裡開拓他們的新家園 整個社區的配套 以及產業的發展 項目的浪費 人才的人進 足足步 令到橫琴處處 有關總體方案的發展 是邁進 這方面 我們有這樣的信心 也有這樣的開拓證實 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 採用共商 共建 共管 共用的創新模式 在一年中 怨澳雙方在磨合 及融合的過程中 除得很大的收穫 越澳深度合作區 這種共商共建 共管共享的體制 確實是全世界獨一無二 這是前無古人的一個創舉 能夠在合作區工作 是我們每個人人生的一大機遇 也是一個難得的一個機會 我們每天面臨的東西都是新的 都是挑戰性的 所以一年下來 我覺得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收穫 如果要說體會的話 我覺得有三點 一是我是覺得 充分 良好的溝通 交流 是合作區 平穩起步的關鍵所在 合作區的體制 確實是非常獨特 雙方都來自不同的制度背景 所以在一起工作 確實有很多的挑戰 同時合作區的體制設計 把過去黨委政府的很多職能 做了一些調整 第二明確清晰的制度規則 是合作區高效運轉的重要支撐 在澳門方面 習慣於謀定而厚動 把一件事情前面 進行非常充分的論證 一旦確定就不再輕易變動 而內地的習慣的打法 是摸著石頭過河 相機抉擇 不停地變 所以雙方的這種做法 在一起的時候 經常會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 但是我們通過一年的實踐 把建立了一系列的 簡明的高效的規則制度 使得雙方的優勢 能夠更好的融合 使得合作區既有效率又有規則 更加適應國際化的競爭 第三點體會就是 堅守一國之本 善用兩制之力 使合作區行穩致遠的避選路徑 澳門是自由貿易港 它鏈接國際 決策鏈條短 自主性強 具有很多獨特的優勢 合作區 離開澳門 就是一個普通的新區 沒有任何獨特之處 正因為 和澳門深度合作 所以合作區才都有 如果把澳門的這種優勢 和我們內地資源廣闊 市場廣大 效率高 人才多等各種優勢 結合在一起 合作區啊 就一定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 為未來我們在 無論是在產業發展 人才引進 甚至包括圓影咒等各個方面 我們都將很好的 發揮好澳門的優勢 結合內地所長 兩制之力發揮的極致 我相信合作區 未來之力往事 就越走越光明 在橫行工作 生活的澳門居民大幅增加 是我們的目標之一 要實現這個目標 我們首先 還是要大力發展 合作區的四新產業 就是科技研發 和高端製造 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 門旅會展商貿 和現代經營 推動產業實體化 為澳門居民 特別是澳門青年 創造更多高質量的 就業崗位 去年以來 我們針對澳門居民 特別是澳門青年 來合作區創業就業 推出了澳門青年實習計劃 幫助他們能夠盡快熟悉 合作區的就業環境 我們面向澳門青年 推出了專門的定向的招聘計劃 拿出了400多個就業崗位 定向 面對澳門青年 來進行招聘 同時我們出台了 相應的措施 來拉平秦澳兩地的就業成本 和收入差距 減少澳門青年在合作區 就業和生活的後顧之憂 我們針對澳門企業 澳門居民 所有的扶持措施 都是在普惠的標準基礎之上 上輸20% 同時我們還舉辦了三屆 這個橫勤科技創業大賽 拿出三億 每期拿出三億資金 鼓勵青年創業創新 很多澳門青年的項目 都獲得了大獎 我們還計劃呢 充實升級澳門青年創業的容量 為澳門青年在航空創業 提供更好的空間環境 隨著元澳機制含接 規則對接的進一步完善 分線管理 經濟發展 引財引進政策的逐步實施 深合區將搭建更優質的就業生活環境 項目